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好我们一起来念开经记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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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学习老和尚的表法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 普贤十愿 第二 称赞如来 当然 我们在学习过程呢 所谓师父领境门呢 修行要靠我们个人 礼敬诸佛 我们要自己检查 自己落实的情况 对人 对事 对物 都要礼敬 而且呀 要先礼敬自己 用儒家讲了叫明明德 明德啊 是我们本有的 佛性 明是智慧 德是德能 德行 能力 哦 这个都是自性里呀 本有的 哦 那我们 自爱 自重了 进一步啊 能够去敬人 爱人 哦 所以是用我们的明明德 哎 去清明 哦 那 自重自爱呀 不是 哦把自己看得 很重要 没有我都不行 哦 那这个有点自我膨胀啊 哦 就像 啊 成德经年也45天呢 啊 去受戒 啊 这45天 啊 团队没有自己呀 也还是运作的正常 哦 不能把自己 太膨胀了 啊 甚至于是 啊 哎 哎 要想着 啊 有没有啊 人可以替代我的工作 啊 因为佛门常说啊 世间无常 哦 你看 古代 朝代 皇帝登基啊 第一件事 帝太子 哎 假如 这个皇帝啊 有什么 情况啊 哎 马上啊 有太子可以接替 这样国家可以安定 同样的 团体也是这样的 哦 而且啊 老上讲经的时候都强调啊 啊 人生呢 春夏秋冬啊 哦 二十岁以前 春天 啊 二十到四十啊 夏天 啊 四十到六十是秋天的 六十到八十是冬天的 啊 秋天的 啊 要为啊 生死大事啊 做准备了 啊 冬天的话呢 那要随时准备好了 哦 这些话呢 我们不能忽略了 哦 都要 重视啊 哦 尤其我们上了年龄了 哎 我们的佛号啊 有没有越念 越得力了 这个要自己检查 哦 我们自己警觉性要高啊 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哦 佛号不是越念越得力啊 就是越念越散乱了 哦 哦那已经秋冬了 这个功夫还在往后退啊 哦 好像烦恼越来越多了 这个不能呢 掉以轻心呢 死身事大 轮回路险呢 啊 陈德啊 经历一些 姻缘 团队 哦 这都很多年前呢 哦 比方这个团队 领导者啊 哎 很喜欢握拳呢 哦 当然他也付出非常多啊 很肯干 哎 但是就会啊 行程说哎 没有我不行了 哎 我做了那么多了 好 我们刚刚说啊 什么叫自爱啊 懂得护自己的亲近心呢 这个叫自爱 叫自重 自爱的人 随顺性德 中庸说的天命之谓信 率信之谓道 啊 遵行自性啊 这叫修道 啊 我们有没有在道中啊 那这个要自己检查了 哦 关心 为要啊 哎 这几天有没有生烦恼 心有没有不安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要检查的 真心一法不利啊 我们心里想了哎呀我付出很多 哎 作而有作 放在心上 不只不能放在心上啊 啊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哎 都是反思啊 这个过程有什么不足的 不会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啊 放在心上 这个都要自己检查 因为啊 心上有放东西啊 就忘心做主 他就开始变化了 哦 儒家讲人心巍巍 哇 这个心呢 会一直变 观心无常啊 啊 这个试念处啊 是看破 哎 观自己的心 哦 有时候我们确实是做好事啊 但做好事不一定在修道啊 道是真心 啊 你做好事的时候啊 哎 有得失心了 啊 做好事的时候有控制要求了 自己要观照到啊 本来无一物啊 何处惹尘埃啊 一切行门呢 以静心为要啊 一切法门 知道我们什么 明心为要 恢复自信 不管哪个法门 啊 在以老和尚常讲的 任何个法门就是帮助我们 放下执着 放下分别 放下起心动念 任何一个法门 啊 一切行门 哦 你谈到 修行了 目标是什么 亲近心 哦 心 有没有越来越清静 哦 不会因为一些人事物啊 而动心 而生烦恼 都要自己检查 啊 关心为要啊 啊 请问这一句话在哪里啊 在任何时候啊 何处是道场啊 处处是道场啊 哎 当我们 觉得自己有做了 放在心上了 哎 人家一提 意见了 感觉委屈了 哎呦 我做那么多了 哎 那在委屈的时候 有没有察觉 这是烦恼啊 别人 骗我们了 卖了我们了 消业障啊 你只要真性切愿了 在任何时候 阿弥陀佛会来接我们的 逆境恶远 效业障啊 人最怕的是 被自己给卖了 哎 自己不对了 觉得自己很对 啊 自己在烦恼当中了 哎 都还 自以为是 劝不得 谁劝了 就怼谁了 哦 那这个 那 人家也不敢提醒了 菩萨道是要调柔的 柔和直指设身德啊 这要把 我们这个 强势啊 调整 修行不能修到 要向上去 表面上很温和 其实内心啊 脾气蛮大的 谁知道呢 关起门来 家里人都知道 好 好 外面为什么很温和 外面人在看着呢 这样修行啊 真的是自欺欺人 人前人后 在外在家 在台上 在台上 跟下台 一样的 哦 不能修行 修在向上 包含 哦 我们做给人家看了 这个心是很安吗 哦 好我们做的要给人家看就期待人家肯定 这个心随时都是不安的 哎呀这个心安的时候很舒服的 会有法喜的 狂心不歇呀 我们这个烦恼心去相续 不肯提起阿弥陀佛 真肯提起来了 那个五分钟十分钟刚刚那些烦恼 烟消云散呢 为什么 假的嘛 啊 我们呢一定要记得达摩祖师的慈悲加持 当然也是我们恶主 慧可大师配合的 啊 慧可大师请教了 我的心不安呢 啊 求大师帮我安心呢 啊 达摩祖师 江星拿来啊 老神帮你安安 啊 那恶主说 密星了不可得 哎 哎我怎么找不到不安的心呢 他虚妄的怎么可能找得到 他是假的 哦 大摩祖师说我帮你安好了 就是提醒到我们呢 啊 这些烦恼啊 是忘形了不是真的 你把它当真了 他就一直控制你 哦 哦 好 这些 哎 贪嗔痴慢疑啊 灰子不去的 哦 哦 这一句阿弥陀佛要提起来的 正念现前呢 邪念就污染不上 哦 哦 修行人呢 心不可以太粗啊 哦 哎 从自己心缘引微处啊 默默昔滴 哦 我跟大家也常常提到 观自在菩萨 哎 观自己是不自在 我们只要习气现前呢 身心 都不自在了 不放松了 就赶快调整了 哦 我们都受过三皈依了 规一自性绝症境啊 随顺绝症境就自在了 哦 不随顺烦恼 不随顺弥歇人 真心一法不利啊 不能装 我付出很多了 这不是真心的状态 付出 没有放在心上 为什么没有放在心上 应该做的 一所当为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事啊 都有放在心上 都有希望对方肯定 甚至于希望对方回报 我们的义不足啊 五轮实意 大家去观察观察 真正的孝子啊 他会不会讲 我照顾我父母很多啊 那你要会判断了 他铁定不是孝子 孝子觉得是应该做的 而且会感觉自己做的还不够 你一称赞他 他很惶恐 这些我们都可以 自我关照啊 进而判断他人的情况 自我关照是为了自爱 判断他人的情况 是为了爱护人 你要清楚他的状态 知其心啊 然后能救其师 能掌其善 我们要存是自爱爱人的心 只要这个心念啊 不是为了自爱爱人 这个心已经开始偏了 知子而后有定啊 一篇呢心定不住了 旨在呢 旨在明明德 旨在清明啊 旨在子余至善呢 我每天为了什么 恢复我的明德 哎 有缘跟人接触了 帮助别人恢复明德 其他的 打烦恼的事啊 搞四千五一六成啊 没兴趣 别给自己添乱了 干这些事就岔路就走出去了 刚刚跟大家提到 这些年很多年前 看到有做主管的 他就觉得他付出最多 而且付出当中啊 会形成呢 要求别人 别人有一些 啊 情况呢 可能做的不足了 哦 他可能想 你做的也没有啊 多啊 你还做的不到我一半呢 哎 有时候啊 我们言语利己啊 也容易言语律人啊 你要先关心 不是先 以己之常盖人 以己之善行人 啊 是这样的一个跟人的相处啊 了凡视讯这这一句话都犯了 啊 无疑是多人困人 啊 我们还是不能离道啊 中树为道不远 中言语利己 啊 树 宽以待人 那 当啊 这个领导者啊 下来了 这个团体啊 运作的正常 比之前还好 可是我很少看到啊 这个领导者反思啊 哎呦 我以前那个认识不对哦 好像觉得没有我不行啊 人家还是运作的很好 有可能是我们在那 都觉得自己行啊 可能会让一些有能力的人上不来 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啊 我 见过的领导者 当下一个上来做的比他好 他也没有承认他的问题 所以我们修学之人呢 要能自知啊 真不容易啊 自知就明啊 甚至于我们的一个习惯 哪怕别人提出我们的问题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先解释 先找借口啊 修行是修正行为 修正一些错误的习惯 强者先签呢 强者先签呢 那 那个解释啊特别强 我们在夫妻的相处当中啊 检查检查 哦 哦 在五轮的相处当中啊 检查检查 哦 很多学大成的 一提到 世间法 哦 他就好像升起一个 哦 不是很欢喜 这叫分别啊 你分别高一下了 大成法高 世间法低 根本就没有四处四法 只有绝密而已啊 绝了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人家吃饭也是用菩提心吃 那请问吃饭是世间法 还是出世法 假如吃饭是世间法 那金刚经开头 那佛陀那个表演 那我们看懂了吗 我们只要分别了 高下就是分别的 那分别执着哪有般若啊 不要着相啊 不要分别了 这才是般若啊 极相离相是般若啊 你在夫妻关系 在父母子女关系当中 行菩萨道 你没有着相 你没有增长情子 你在这个相当中 念不染着 不取于相 鲁鲁不动 不然什么时候是修波勒的时候啊 那我到山里面去修波勒 那可能那个念头都在分别境界了 不挑境界啊 这个是修行路上必考题目啊 陈德至深呢 有一个考题啊 就是22年前呢 听了老阿上说 八个小时听经 八个小时念佛 就冲到澳洲去了 就冲到澳洲去了 经过22年了 不止没有八小时听经 八小时念佛了 越来越忙 事情越来越多 当然了 这个事情多当中啊 要检查 是不是自己放不下 即使明明有人可以扛 自己不肯授权 习气使然 浑然不知啊 这个我也得自己检查 不然我就被自己给骗了 事情多了 哎呀没有手机不行了 哇你看脑上那个 我已经把手机丢掉了 受止不了了 哦 说实在的 自己冷静想想啊 也有不少人呢 对自己是信任的 也要对得起这个信任呢 哎能够啊回报的 是自己能深入精湛啊 古人鲁士兆留下来的 这些东西真的是宝啊 开卷有益啊 哎那一天 打开佩玉篇 这红衣大师选的教诲 里面提到了 玉人之短 啊 不于直啊 你讲人家的缺点啊 这不叫直哦 不叫直帅哦 哎 不能误会哦 你看要判断自己的言语哦 这个不叫直哦 你看我这个人就是很直 都挑人家的缺点毛病 这不厚道了 不止不止哦 执行是道场哦 啊 啊 言人之恶 不约意 哦 都谈人家的过失啊 这个不是仗义之人 仗义之人 怎么样 补人家的过 凡事不指责 勇敢来负责啊 这个有押韵的啊 啊 这我在马来西亚见到一个总经理啊 哎 哎 这句话我听一遍就记住了 啊 这押韵还是有好处 啊 啊 李宾兰老师说了 见人过失 啊 不指责要协助 即使我们见人过失啊 就开始指责了 那是脾气太大了 大臣佛法 怎么受持啊 慈悲为本 我们提不起慈悲啊 就不在大臣的道上了 看人家过失脾气起来了 哪有慈悲啊 既往不救 你骂 骂了之后这个事就 这个错就恢复了 不可能啊 它已经发生了 好 好 好 所以 好 根本修 从起心动念处修 从自爱开始 从不随顺烦恼习气啊 开始 礼敬诸佛啊 要先礼敬自己的佛性了 你一礼敬自己佛性了 你所做的事情啊 别人都生欢喜心了 你很真诚 你很真诚 你很慈悲了 君子物本呢 根本是 根本是 从自爱开始 从正极 开始 那我们上一次提到啊 普贤十愿第二 称赞如来啊 对一切人呢 不要批评 不要诽谤 老话上说的 老话上说的 我们要表什么法 要表啊 生占生的法 不但是生占生呢 我们对 对什么啊 都赞叹 那真的能那么做呢 这个世界 所有的人互相称赞 问题不就全解决了吗 好 大学里面讲啊 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 我们的星量啊 不能没有这么大 大乘佛法是要 星包太虚 亮着沙界 所以我们身为地球人 老话上 透过他的幽默 也是点化我们 他老人家说 他是地球人啊 跟星认识的人说 我跟你是同乡了 那我们相不相信啊 我真的格物自知 诚意诚心啊 我真的可以修身齐家哦 真人齐家哦 可能我又冒一个念头 不可能啊 他们的业障都很重啊 习气都很重啊 谁习气重啊 还很难讲啊 可能我们看人家习气重啊 可能我们都比他重啊 公于论人者 查己必输了 哦 哦 所以你看孔子 看到子贡批评人了 子贡方人了 哦 孔子说 赤也贤夫哉 哦 哦 端木赤啊 你很贤德了吗 扶我择而不暇 啊 我是感觉啊 没有那个贤功夫啊 去批评人 哎 代表 都下功夫在自己身上啊 都觉得时间不够了 哦 哎 夏老啊 跟孔夫子一啤孔出气啊 夏老说了 学道之人呢 无剪爪之霞 安有时间说闲话 哦 诸位忍者啊 你们最近有没有 一直想要剪指甲啊 想了一个礼拜还没剪呢 哦 哦 哦 当然有这个情况啊 也要进一步是 东摸西摸摸到七天还没剪 哦 哦 还是哦 都在用功 哦 都在敬道义 哎 结果呢 没 每次想剪 后来还是有 有重要的事啊 去付出了 拖了七天还没剪呢 哦 那这个就是 挺可贵的现象啊 啊 最近啊 啊 也有一些老同仁啊 啊 因为我好多年呢 没有回去了 啊 这个七月份回了一趟 啊 六月底啊 六月底就回去了 啊 一些老同仁 啊 见到面了 啊 哦 哦 他们呢 很多的比较习惯叫我老师 啊 就因为 哦 那有些是炉江老同仁啊 啊 哦 我说你们习惯就 哦 哦 哦 结果就 哦 有的 就说了啊 老师我们有什么问题啊 你帮我提出来 哦 啊 啊 其实自己想想啊 哪有资格给人家提问题啊 啊 啊 下老说的 须打破自欺一关呢 是有商量处 啊 须拙然见得自己满身过失啊 功夫是有着手处啊 满身过失啊 啊 这是第二关 此两关不破 任你弹玄说妙 终是门外打之道 可能我念这一段的时候啊 大家耳朵啊 都有一点掌检啊 哦 因为我常常提在里 这一段法语啊 哦 但是我读一读 我就觉得 哎呀 我这两关 都没入门了 没有见得自己满身过失啊 那不知道从来以下所改的 这些都是过来人的话 不能跳过去啊 哦 你看古人说 唯一学第一功夫 要想得福造之气定 这句话不能跳 只要没有做到这一句啊 大臣佛法受持不了 我们的心福气造啊 常常会做主 哎我们自己检查看看呢 现在讲话有没有慢一点 举止动作有没有慢一点 涵养全得一缓字 你心可以安定 可以平缓 不会急 一急 没有 不发脾气的啦 急就上火了 有时候就压不住了 哎 哎 哎 当一个人看到自己满身过失的 哎 哦他会发生呢 自我认知的崩擦了 哦 黄念老说的 打碎 重造啊 真实面对自己 哦 我感觉我们有一关叫自我感觉良好啊 啊 啊 讲起话啊 啊 没几句叫夸自己一下 那这个 自欺跟自己满身过失啊 我看是 破不破不了了 啊 啊 我也遇到年轻人 啊 啊 他特子也蛮仗义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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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我 啊 要做我左膀右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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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跟他说了 那你要做我左膀右臂啊 那你要具备什么能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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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种性格属于激动型的人 有沒有看到自己的性格 啊 为什么我看那么清楚呢 因为我觉得这种人 啊 啊 我是激动的过来人啊 啊 现在还常常激动啊 啊 但是比 比二十年前好一点的啊 啊 激动是成不了事的啊 啊 啊 这个 所谓趋至老臣啊 齐者可相依啊 要想的深啊 想的圆的人啊 哦 哦 我们这个 强者先迁啊 哪个烦恼 特别容易起来啊 要看得到啊 哦 比方说啊 攀比 哎 领导怎么用他 没有用我啊 其实我们都是自我啊 没有办法 判断自己的状况 你真有这个能力啊 人家不用你 你也不难受啊 这个才是修养啊 不患无畏 患所以利啊 不患没有位置 患的是什么 我真的坐在那个位置 我的智慧得能 够不够 心是什么 仗义的 就怕天乱 所以他还没有做的时候 他就不断在提升自己的能力 能做 等到他够了 没有用他 他也不生烦恼 所以孔子跟颜悔说啊 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一个是自胜 一个是负胜 没有人用了 不难过 人顿事不见 知而不悔 没有人理解他们 他不难受 圣贤君子的心境 还不是大菩萨 都有这样的心境 我们得真的看清自己啊 学的是大臣佛法 心境呢 连君子的心境可能都还不具备啊 这个就是打碎重造了 真实认知自己的状况 打碎的过程呢 还是相信自己有如来智慧得下 这一个信心呢 不动 但是不再骗自己了 自己真实是什么状况 我们都被攀比心啊 都被嫉妒心给脏出了 有没有去想想 为什么用这个人 人家哪些优点比我高 我应该去效法 而不是现在烦恼里面 自助者天助啊 我们能从烦恼跳出来 旁边的助力才帮得上马 不然我们就活在自愿自爱里面 大家知道 我们在自愿自爱的时候啊 都在折自己的福报哦 你活一天 要不你自利利他了 你福会增长 你今天落在情绪里面呢 就是把自己的福报啊 给花掉了 再来哦 一天在情绪里面 请问阿赖耶士 种了多少轮回的种子 老话上常说的 能不能往生不要问别人 问自己 这些话要听一遍就记住了 还记不住啊 我们要赶快拜佛了 业障太重 这么重要的话 怎么都记不住 也不是坏事 只要肯面对 哦 真诚去拜佛 这个也很快就消掉了 哦 有佛法就有办法 重要的是我们肯不肯依教 去奉行 哦 哦 老话上说的 一天什么念头多 假如佛号 都没有占一半 其他的烦恼多了 那怎么可能能往生的了 啊 强者先签嘛 啊 最近也有同修 发来啊 偶尼大师的教诲 佛法要新啊 儒家要先新啊 这是基础啊 啊 以前是听应主强调 哇 原来偶主也在强调 大家有没有看 偶尼大师做什么 四书偶异解 偶尼大师是什么身份呢 我们不知道没有铺路 但是应光大师加了一句 针对偶尼大师的要解 弥陀要解 说了 纵使古佛再来 为阿弥陀经做注解 也不可能超过其上 哇 那偶尼大师 决定是西方三圣再来的 哦 那他讲这些话 我们不能忽略掉了 我们 这一段时间都是在 效法 海贤牢上啊 言此戒律 那牢上延伸到啊 我们静宗的戒律是什么 三福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修学的基础是三福 非常明显啊 第一福是仁天啊 要先把人做好啊 第二是小乘 第三才是大乘 那我们学做人 那我们有没有去学小乘经啊 佛陀讲阿含呢 讲了十二年 阿含经我们几乎很少接触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儒家跟道家嘛 这我们熟悉的经典嘛 佛法是不执着的 佛陀会不会说 你一定要 我在印度讲的小乘经 佛没有这个执着 他本土化 融入了中国文化里面 本土化了 你看下一句 老和尚讲到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呢 是孝 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本呢 是静 我们修学之人呢 看到根 看到本呢 这个画就不能跳过去了 不然我们修的就是 整个就是守本竹墨了 陈德啊 也在观察 自己观察 身边有缘的人 成长比较快的 就是他 全然的 去静孝道 他就提升得很快 有点逃避 面对父母 但是可能呢 还兼了很多事 甚至有讲课 不容易提升 可是我们有时候会迷失 我都讲课给人家听了 古人说古者言之不出啊 此功之不代啊 哎 我讲出去的一点 我自己做的怎么样 不然慢慢没有底气哦 要不变得呢 没底气啊 要不变得什么 好为人师了 狂了 自己夫妻关系 父母父母子女关系不好 当没看到了 都都在那里讲课给人家听而已 这个就越走越偏了 所以不能忘了本啊 甚至于我们自己检查检查 跟人相处啊 我们真不真诚 坦不坦荡 君子坦荡荡啊 其实无欲则荡啊 我们到传统文化的团队 到静忠的团队 不忘我们的初心啊 我们来干嘛 来这里要名要立 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啊 你到道场来是积功累的的 不是搞轮回业啊 要名要立都是轮回业啊 这个我们自己得看清楚啊 我们是来 鸿护正法的人 没有其他的欲求了 有这份心可贵啊 可是我们真正在做事的过程呢 我们无死结一些习气啊 还是会献钱的 太上感应篇那些句子啊 虽然好像三分之二都是讲犯的错 我们或多或少啊 还有那些习气在我 有一句俗话讲 斩草不出根啊 春风吹又生啊 我举个例子 贬正排弦 会不会排斥啊 贤得的人 我感觉这一句要做到啊 我们的难度啊 比以前的人难多了 比方说以我个人来讲 从小读书啊 升学主义啊 哇 念初中的时候要进特优班啊 很竞争哦 很竞争哦 那种 见不得人好的心态有没有啊 包含容易弱人家的印象 我们刚刚说理敬诸佛称赞如来啊 我们会弱人家不好的印象啊 你要理敬他你要称赞他就难了 好那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 我们都是成年才学佛啊 谁没有习气 谁没有习气 我们光是要把没学佛以前的这些习惯改掉啊 大功成 谁没有习气啊 那忠述之道是什么 对自己的习气啊 感尽杀绝 是忠 对别人呢 不能硬挑毛病啊 是包容他的缺点啊 这才是忠述啊 我们在 落实了 我也很少看到 对自己的习气啊 下大功夫的 死都不怕 死都不怕 我不愿意这个习气在现前 这是下老交头 不是我对大家的要求 这些过来人的法语是不容易遇到的 我们要如凭得饱 去受此 学到 必须发大勇猛心呢 立决定之 我决定要出轮回了 我不能再随顺我这些轮回心了 不顾生死喔 死都不怕了 就怕念头习气在现前了 所以 宁肯碎骨粉身呢 终不忘失正念 我感觉我们现在对自己袭击这种力道不够啊 然后一提到别人呢 就忍不住要批评几句了 经历时间呢 都向外了 佛法是内学啊 老和尚也说 心地功夫下载 不分别不执着 不落印象 一个人 要能不落别人不好的印象 他才能受此普贤性 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喔 我们要不落别人不好的印象 首先 要不落自己父母 兄弟姐妹 不好的东西 孝涕野者 其为人之本语 人爱心的基础是孝涕 我们对最亲的父母兄弟姐妹 常常心里都放他们不好啊 铁定见人家的过 我们说斩草要除根了 根在哪 我们会见人家的过啊 那你要称赞如来也难了 你不贬正排血也难了 你能真的先不要去想人家的过啊 你就会发现 对方有比自己高的优点 但是我们那种见人过啊 没有调伏下来啊 都看不到人家的优点 哦 所以 大学说的 物额知其美者 天下嫌疑 我们都被什么控制了 爱真心 搞得我们智慧都透不出来了 好而知其恶 就是情指起作用了 情指起作用 要不是爱 要不是恨 好而知其恶 所以一般的夫妻要互相互念 不简单 感情容易起作用 我观察了好几对夫妻了 这个太太动不动了 就赞叹自己先生几句 那她要互念她先生的难了 你们不要回去就拼命批评先生 我不要听我的话 听执着的 你是不是可以很冷静客观 互念自己的另一半 真下功夫了 你现在早早 你最看不顺眼的那个人 你能不能找到他的优点 可能他的行为啊 触到我们比较严重的袭击而已 真不给我留面子 哇 你那一口气就噎不下去了 一看到他火就上来了 其实啊你再转个念想 我们度量不够啊 大家注意哦 现在要找圣贤呢 不容易了 找君子也不容易了 这不是我讲的孔子讲的 不得忠行而语之啊 必也狂倦夫啊 你找不到行忠道的人 一起善有为一的时候 你找什么 狂倦之事啊 不是找那个互相赞叹啊 都不会互相互念提醒问题的 那大家都变成搞迷糊仗 打迷糊仗啊 传统文化要狗日星 日日星又日星哦 你不找出问题点来 怎么进步啊 你找出问题来 是为团体好 为对方好 这个叫广修供养啊 这叫秦转法轮呢 修行两件事 知过改过啊 大家都不知道问题在哪 怎么修 这法轮转不动了 传统文化不能修到像上去啊 我这个是听过 都是不小的团体啊 刚进来的人 旁观者轻啊 一提意见 我们这里是修六合径的啊 哇一下就把人给他怼回去 那就变成团体就是一言场 团体就变成了 没人敢讲真话了 你说这样的一个气氛 你怎么留正直的人 我们自己检查检查了 真的是没有人敢讲真话 团体出不了人的啊 我们自己检查检查 有没有出人 下一个念 有啊我们现在都有人了 那有出人呢 是别人的功劳还是自己的功劳 什么 这个都要深入检讨清楚 论语这些话很有道理啊 这是圣人观的机油 我们团体不能用狂娟之事啊 大家都修成相怨了 相怨是什么 装样子 编烂好人 问题都是祸悉你了 不客观检讨问题 佛法是绝啊 绝在哪 绝在带人出事 绝在做事情上 佛法在世间呢 不离世间绝哦 不要脱离做人做事哦 那就把佛法搞玄妙了 不接地气了 同志讲狂者进取啊 他有进取性 他学习不用人家推 你给他一个责任 你你不用担心了 他一定尽力去做 捐者有所不为 那些磨名磨利的 他不会去干 他不同流合污 他不呼吸你 不过狂娟之事啊 往往都挺有性格的 我观察很多团体啊 都喜欢用什么人 听他话的人 铁定狂娟是他不用的 一个团体只用听他话的 我请问一下这个团体能兴吗 所以啊我们不能不学群術之药啊 唯正 唯正是带团体啊 我们没有学过群術之药 真的不知道怎么带团体啊 所以第三条忏悔夜战啊 我得好好忏悔啦 这个三十猪头一来 就被人家叫蔡老师了 都是自己说了算了 哎呀 very dangerous 现在想想这是选项还生啊 真的是佛菩萨慈悲啊 还让我戴罪立功啊 现在都想想太对不起 这一路以来的同仁了 都是很信任我的 有的呢信任我过头了 把我当神了 后来我 我说你们怎么都没告诉我 老师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大家注意哦 大家听起来很好笑哦 假如团体的人都知道你什么都 都觉得你什么都知道啊 你在往哪里走呢 你在走上神坛 哎呦这种范围哦 会制造一个又一个走上神坛的人 最后保证从神坛当中掉下来 自己还有很多习气啊 把自己当神啊 名不腐蚀啊 这个福报就折掉了 一个人会变成神啊 不只是他 有这样的 迷思了 傲慢了 也是有旁边这些住员啊 成就的啊 一个团体有一个狂圈之士啊 这个人不会走上神坛了 会冷静冷静啊 不会被赞叹声点赞声淹没掉了 哦 狂圈之士还是挺重要的 这个 一个 湖当中啊 起了一个波浪啊 它不是单独存在的 是旁边所有的圆 是旁边所有的圆 促成了这个波浪上来 看东西啊不能看一个点 不能看一个线 你要看整个面 甚至是立体的 那一天 一个同仁聊到 他一个亲戚 的情况 离了好几次婚了 我说 他父母是不是很宠他 他说你怎么知道啊 有果必有因啊 一定有他那些因缘 才促成他这个结果 所以啊 那一天 我也跟一个同仁 他也是在讲学的 那个 那个粉丝的数目啊 比我多多了 我就跟他说了 我已经见了 一个一个往神坛上走 这些神坛上的 要不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 福报折掉了 要不啊 他现在还一直往神坛上走 他自己不自知了 前世不忘啊 后世之时啊 自己反省走过来的路 所有佛教界 传统文化 曾经走过的 我们都能引以为界啊 这是有善根的人 有善根有智慧 借鉴别人 别人是怎么跌倒的 我肯引以为界了 这个错我不会犯了 这个弯路我不走了 我们说 君子有九诗啊 是诗明 看得清楚 听是冲 听得清楚 听懂玄外之音 其实啊 这个君子有九诗啊 用老和尚的法语 叫面对境界要清楚 我今天跟他人相处 我怎么好像跟人不容易沟通 甚至于跟人不主动沟通 很可能是我不够真诚 我们要从这个行为 这个果 推出因来 这叫面对境界清楚了 那我为什么对人不够真诚 因为我对父母不够真诚 把根找到了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得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为之备理 大家听到这里不要 那我跟我父母关系挺好的 关系挺好 要不父母都得听你的 你这样也不对 自己回想看看 父母过去生跟你善缘 都听你的 你不对了 你这个顺没有了 或者都得顺着你 你一傻傻娇了 掉掉眼泪了 他们心就软了 顺你了 这个女人的眼泪也是很厉害的 一哭 恶闹 千万千万不要做威胁别人的思想 威胁这两个字 我们可能一天 有这么严重吗 大家注意 不是很强势的人会威胁别人 有时候外表看起来很温和 但是他做几次来也威胁别人 跟领导讲 这样 那我不干了 威胁领导 当然你一个领导者 不要搞到底下的人可以威胁你 你的做领导也做的 有欠缺 我曾经遇到一个团体很大 他底下的人 撂挑了 情绪上来了 这领导说 我怕他们不干了 我说他们不干了 我全力支持你 可能是我的威望不够 我这样了 他还是怕了 我整天念阿弥陀佛 别干了 威胁别人的事 心地要柔软 劍不露月父劍 豪祭水大无怨 不能用威胁 常常闹脾气的 闹脾气的当下就在威胁人 可能自己看不到 我们是真的要以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行 所以这个孝清静思 用孝清静思呢 敬一切人 为什么 一切人跟我们自己同一个法身呢 同一个自性 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自己 这个真相没有佛讲出来 自己想破了脑子 也想不到这个真相 这个真相是放下妄想分别之所 清正的境界的 宇宙 从哪里来的 自性变现的 何其自性能生万发 我从哪里来的 自性变现的 三合大地 也是自性变现的 太空无数的星球 自性变现的 包括无限的空间 时间 也是自性变现的 离开自性没有一法可得 一切法不离自性 不见一法离心别有 这是佛的知见 我们可以用佛的知见来生活 那就过佛菩萨的生活 宇宙是一念顿现的 华业经说的 知一切法即一念 我们用梦境就容易体会了 我们晚上做的叫梦中梦 梦里有人 有物质环境 梦从哪里来的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还是自己的心灵变现的 现在梦中梦 行了 还在梦中啊 所以还是自己的自性变现的 哇 这个道理啊 要把它参透啊 参透啊 你的心就定了 定在真理上了 你在一切法里头啊 知道全是自性了 再不会有妄想分别执着 都是自性了 不去分别了 不去执着了 一分别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哇 你看一个分别 时空啊 这些都出来了 现在了解真相 东东自我自现所变的 定在这个真相 慢慢把分别放下 执着放下 把念头放下 哦 所以妄想执着放下 就叫成佛了 就像无量寿经说 于诸众生 一分失落自己啊 一体的 就是自己了 哦 那我们不会跟他对立了 我们会全心全意啊 帮助对方 啊 你在帮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自私自利 我执我进了 自然就 放下了 因为都是自己嘛 所以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 这个人叫菩萨 哦 有妄想有分别没有执着啊 这个人叫阿罗汉 啊 妄想分别执着啊 啊 通通有啊 这个人叫六道凡夫 所以完全是自己啊 你肯放下多少 你就赠得什么样的果位 真心一法不利啊 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哦 所以时时要检查 自己的心上有没有东西 现在心上只能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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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上有其他东西啊 忘心做主了 忘心生烦恼啊 你就不妙了 都是阿弥陀佛在心中啊 深深唤醒自己 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 啊 你就妙得起来 可以随缘妙用了 所以要证得阿罗汉的果位啊 放下执着 放下执着 于一切法不再执着 好 不能 啊 见识烦恼做主 贪嗔吃慢一样 要放下 啊 正阿罗汉 超越六道轮回 再放下分别啊 你就是菩萨 啊 放下妄想 妄想是起心动念 不起心不动念 你就成佛了 海贤老儿上就给我们表演了 放下 他什么都知道了 成佛不靠别人 要靠自己 要靠别人能成功的话 诸佛如来 大慈大悲 早就帮助我们都成佛了 他做不到 要自己肯放下才行啊 不肯放下不行 我们呢 五十节有一个习气 叫依赖 这个念头有时候都会冒起来 哎我靠个谁了 我就成了 那还有比靠 靠佛菩萨好多 但是你靠着佛菩萨就成佛了 不可能了 情直重啊 就容易要靠 所以我们古人也是后道 男有份女有归 女子感情比较重 所以你不先给他靠一靠呢 他的心都安不下来 所以女友归 大家听到这里不要激动 要跑去结婚 冷静冷静 不要太冲动 最好找观音菩萨 这个观音菩萨是祝缘 你愿意走婚姻的路 可以求他老人家加持 但是你要如理如法去做 要提升自己 有德耳持有人 你提升了 这样观音菩萨要早 比较方便一点 你自己都摆烂 都躺平了 这观音菩萨也不敢造业 所以修行人要放下依赖 不要换对象 以前还没遇佛法 以前我找个人依靠 学了佛了 我找个团体依靠 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念头 那就修不了了 到团体里要干嘛的 勇于承担 舍我其谁啊 我是来付出的 不是来要请 更不是来要道的 自助者天助啊 不随顺这些情子了 把众生摆第一位了 为佛法为众生了 这佛菩萨加持得上 身边良师益友啊 帮得上忙 所以自己肯放才行啊 不肯放下不行了 关键的不是别的 关键在放下 在能不能放下 就在这个最关键的地方 所以啊 我们要学会理静 我们要学会赞叹 要学会理静啊 要放下傲慢 要放下傲慢 关键都在放下 不肯放下 普贤行烂俗了 可以倒背如流了 不得受用 还是习气做主了 还是习气做主了 我们这个学赞叹啊 那要放下成见 你看一家人 父母子女 如果三代同堂啊 那还有老父亲啊 老母亲 一家人 互相参叹 家和万事兴啊 看老外上 马上都把 这些普贤行 拉回来当下 当下用不出来啊 就不得受用了 近处不能感动啊 未有能及原者了 好 进一步啊 一个团体里面 互相站站 这个团体决定有前途啊 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一如是 所以如果里面人 彼此都有成见 谁都不服谁啊 这个团体啊 就要瓦解了 因为彼此不信任了 自古皆有始啊 名无信不利啊 彼此的信任 它是无形的 但它是最关键 你看一个国家 你再有国防 军队 你再有很多的粮食 但是呢 人民互相不信任 有可能明天 就到了 所以孔子这一段教诲 重要了 你作为一个领导者啊 要能看到那个 重要又无形的东西了 好 那我们自己看看自己的家 有没有谁都不服谁的情况啊 假如我学佛了 家里面还谁都不服谁啊 那是我的问题 我要先转法轮啊 我要先把这个 指责人家放下了 放下是关键啊 我们以前家里都是谁都不服谁 结果现在 你落实普遍行了 你不批评了 你还常常忏悔自己了 我那里做的不好 哇你们家的人愣住了 跟以前不一样啊 大变一个活人啊 这个家的法轮就转了 我们今天感动不了家人 还照样是以前的家庭情况 我们没有真干啊 我们可能在障碍家人学佛的 因缘哦 以身 方法哦 这个我们得 认真检讨哦 行有不得 反求足己啊 这个时候可不能又觉得都是家里人错哦 我们刚刚说的 宇宙怎么来的啊 是我的自性变现的哦 问题不在外面哦 外面是依报 随着我的心转 我们真能这样思考啊 开悟了 不向外求了 不向外求了 真正能 肯找原因了 哦 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了 哦 所以我们学佛啊 拿来解决问题的 哦 佛法管用啊 你看老婆上这些法语 都能解决我们家庭团体 的问题 哦 请佛住世啊 你看都是不隐形 请自己啊 哦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时 从后种种 譬如今日神 哦 我开始受辞了 某一大师说的 专求己过啊 不辙人非了 哦 我要先不自欺 我要先浊然见得我自己的满 满身过失 功夫时有左手处啊 哦 都向内了 这个境界就开始转了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哦 我们 一起啊 念回向文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文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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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